您这个泳池有没有每天游泳 有啊 我最高兴的时候是我那个两个小孙女来着 他们在这里打水球 他们会四种姿势游泳 然后他们玩得特别开心 大家好 我介绍一下啊 我叫Celia Zhang 我出国之前呢 我是当老师的 然后我是做电脑的 比较幸运吧 是很早的时候就进入了电脑这个专业 然后在国内呢 做的应该算很可以吧 我曾经在专门电视台讲计算机应用课程 讲了一百多集 而且我出了 出版了七本计算机有关的书籍 然后我要移民的一个最大的动机 就是为了我的孩子 我想讲一下我的孩子的一些遭遇吧 我孩子当时是在北京中关村一小 读小学 那个学校呢 是相当著名的 凡是七八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 那个学校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叫黄帅 黄帅呢 是反世道中年的一个先锋吧 那我的儿子进了这个中关村一小以后 因为我儿子上学比较早嘛 他五岁就上学了 然后他就爱动 男孩嘛 一般都是爱动 然后可是中关村一小呢 在八十年代那时候 对孩子的要求是非常严的 我觉得可能现在不一样了 那时候老师上课的时候是让小孩把手这么背过去的 要做的直直的 可我儿子那时候又小 胳膊又短 穿着棉袄都背不过去 老师就很不高兴 而且我儿子就是爱摸摸这 摸摸那 就是这种小男孩的这种淘气 就让老师很不开心 后来他就经常被老师 可以说是 不仅仅是训斥 而且是体罚 有的时候体罚呢 就是让你站到教室背后的那个 放过去和 调住的地方 有的时候就给你赶到教室外面 甚至外面是病天雪地也不管 就给你赶出去 有一次 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让 那是已经是十一月的初了 这老师居然 一个受学老师居然让他把他从九月开学那一天 一直到十一月被罚的那一天 这两个月的作业在一个晚上全部重写一遍 当时我先生是一个其实对孩子要求很严的一个人 可是那天晚上我相信先生都愤怒了 我先生就说 我给你一个答案 你来写 然后结果他一直 小孩一直写到凌晨四点 写了 写到凌晨四点以后早上七点多钟又要起床去上学 然后到了教室里 他就昏昏沉沉的 后来中午就坐到教室外面就睡着了 睡着了然后就冻病 发烧四十度 绝对这就是一种摧残 我当时真的觉得特别心疼 我呢 是几乎每一个星期都要被老师叫去骂一顿 然后开家长会的时候 每次我都缩在教室的后面 他那个其他老师表扬其他的家家长的孩子 最后骂的就是我 然后到了最后 老师就说 你这个孩子有多用症 他说你必须要去看那个多用症的医生 然后我对这个多用症呢 是非常有抵触的 因为我知道我老公的外甥曾经被老师认定是多动症 让他去看多动症的医生 而我老公的这个外甥呢 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 就这么一个小男孩 结果上学的时候 老师非说他是多动症 然后就要让他去看这个多动症的医生 然后他就吃了抗多动症的药 结果是吃了这个孩子就傻傻的 因为这个药实际上是让孩子抑制孩子这个动 就让孩子老师处于那个昏昏沉沉的状态 然后这成绩也不好 后来大学没考上 等于一辈子也就毁了 当然这是后话 就是我那个孩子昏沉沉的时候 我就决定坚决不能让我的儿子去吃多动症的药 然后呢 结果这个校长呢 就找到我 校长找到我以后 他当时他就指着我儿子的鼻子就说 你的儿子是绝对不会有出息的 我跟你说 你的儿子是绝对不会有出息的 然后说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就去看多动症 多动症医生他告诉我医院在哪里 第二个 要么你就转学 我们学校不要他 就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居然可以因为小孩爱动就不要这个孩子 我当时就是觉得上天无门入地 也没有办法到处去求人 到处去求人 我觉得我这个求人的感觉我太屈辱了 我去求一个学校的老师 我抱一个大西瓜 大冬大夏天的 我抱个西瓜爬了五层楼送到他们家门口 那老师说 我不要 我不要你 我们学校不要你这个孩子 我当时觉得 这个经历经历太痛苦了 我可以先透露一下吧 就是这个被校长指着鼻子骂的那个场景 我永远都是忘不了的 然后一想起那个校长恶狠狠地说 你的孩子永远不会有出息的 我当时我觉得我死的心都有了 可是我的孩子最后是怎么样呢 我可以现在透露一下 他是读了斯坦福计算机 Computer Science的硕士生 在斯坦福的十二门课程中 他拿了全A 而且其中五颗是A加 而他自己的论文获得了导师的推荐 然后上了美国很著名的这个科学杂志 还有他现在做谷歌的manager 做得很成功 就是这么一个被校长 这么低看的 这么可以说扁到土里的 扁到灰城里的一个孩子 能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 我觉得主要是靠我走出国门这一步 而且是最最感谢的就是加拿大 所以我对加拿大是永远都抱有感恩之心 永远都有感恩之心 我也喜欢花园 我带你们看看我的花园 好 我是人力争要做到一年三季 从春天开始一直到秋天 都让我的花园里开满了鲜花 到了冬天呢 我花园里会有雪花 而我屋子里的会有好多 我这一半屋子里会有很多花 所以我看到的都是鲜花神看 然后我会养好几十种花 比如说比方说春天呢 我前院 我前院有牡丹 有勺药 我有郁金香 那么就说回来了 我就想要移民国外 才能救我的孩子 我一直在这样想 但是就有了一个巨人巧合 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吧 可能也许就是命中注定的 然后这个机缘巧合 就是我老公呢 被公派到新加坡去 然后在新加坡国家电脑局 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那么我也就去探亲 然后在探亲期间呢 很幸运的我也找到了 新加坡的一份电脑工程师的工作 然后我们就到了新加坡 把孩子也带到新加坡 然后我在新加坡 我和我老公在新加坡 都有不错的工作 收入也都很好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做IT的 可是呢 新加坡有几个问题 我是对我来说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一个问题就是 新加坡这个男孩子 从18岁到42岁 就必须要服兵役 那么18岁服兵役 是要在上大学之前 要服两年兵役 而服完兵役以后 你才可以上大学 而在每年你还要 到42岁之前 你每年还得回到兵营里来 在 好像在服役 是两个月 还是一个月 我要搞 这个搞得不是很清楚 然后我和我老公 因为是在文革的时候 耽误了学业 我们就知道这个 T年生 就十几岁的孩子们 他们这个正式学习的 最好年花 在这种时间 让他们去当兵 我认为是极大的浪费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我是北方人 不适应这个新加坡的气候 因为新加坡湿度特别大 而且它是北纬二度 等于是在赤道上 然后呢 这个赤道上的环境 就使得每天都是非常热 而且是湿热 那个湿度是90%以上的 常常都是饱和性的那个湿度 然后使得我就到了那儿以后 差不多不到半年嘛 我就开始身上起那个风筝 就是过敏 然后特别特别痒 已经痒到心窝 痒到脚心都痒 然后我就开始吃药 我不吃药就不能睡觉 所以一直吃了六年多的药 我说我这样再吃下去 我就会吃得傻掉 所以我就必须要 想要离开新加坡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机缘巧合 特别巧的时候 就是我想要离开新加坡的时候 我的一个朋友 他就告诉我 那是96年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他说 现在加拿大有一个 投资移民的这么一个项目 他说我已经办成了 你们想不想去加拿大呀 我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 他说我只用了两个月 我就办成了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你自己去办 特别容易 然后说像你们这样的条件 他说你一定 肯定很快就能办成 因为我那个朋友 跟我是一样的 同一个学校毕业的 也都是做软件的 我们就去了 加拿大住新加坡大使馆 然后在那就拿了一个表格 就看到他们的 那时候是打分制吗 就看到那表格的要求 他说那时候好像说 你够72分 你就可以技术移民加拿大了 然后当时要求的 我记得是有什么 你学什么专业了 你年龄多大了 你有没有适应能力了 或者你加拿大有没有亲属了 有亲属是可以加分的 然后我们是没有亲属 但是我们从中国到新加坡 我们本身就证明 我们有适应能力 所以然后我们就把表格填好 我们就送到那个大使馆 然后送去以后 差不多四个星期吧 我们就接到了大使馆的姓 大使馆就让我们去面试 面试的时候 面试的是一个 很优雅的一个外交官 他就问了我们一些简单问题 问了我们说 问我们学什么的 做什么的 有什么经验 然后就问我们 有没有房子 我们说在新加坡有一个组 然后他说 那个组屋评估是多少 当时我就说 那个组屋可能差不多是20多万吧 然后他就说 You can buy a bigger house in Canada 说这个钱 你可以在加拿大买一个大house 然后他面试完了以后 他就开始给我们介绍加拿大风光 然后记得那个使馆的墙上 有很多那个特别美丽的那种田园风光 森林 湖泊 枫叶什么的 当时我是一点一点印象都没有 看了一些风光 我觉得好美啊 特别吸引我 然后他送我们出门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说 Welcome to Canada 这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被批诊了 然后我们回去没多久 就给我们寄来了 让我们去体检 这个 呃 寄来这边一份信 我们体检完以后 他就给我们的 Landing paper 从开始申请到 我们拿到Landing paper 也就是六个星期 所以这可能是我听到的 差不多最快的吧 然后这个是大梨花 大梨花是非常容易养的 然后它越到秋天开得越好 然后还有玫瑰 那个红玫瑰啊 那个小红玫瑰是开的特别多 它粉色的玫瑰 它各种各样的大梨花 这也是海珍珍 这也是大梨花 这是百日菊 然后这个也是大梨花 然后这是海珍珍 还有西红柿 然后就接着下来 我就想 啊 我要到加拿大去 到多伦多去 那我 首先是要工作呀 我能找到工作吗 然后一点心情都没有 在家 家人全部反对 那时候我们已经四号 四十 四十五岁了 然后再加上 我们在新加坡 我们两个都是有高薪的 IT行业的工作 各方面都是很令人羡慕的 然后家里的人都说 你们疯掉了那么大岁数 还往一个陌生的国家跑 我还听有人说 那时候多伦多的失业率是 百分之七点二 说很难找工作 我就有点担心啊 这时候我就想起来了 我曾经教过这个学生 他是在沃大华工作 然后我就辗转找到这个学生的电子邮件 我就给他发了个电子邮件 我说我到加拿大去 我能找到工作吗 我这个同学 这个学生就跟我说 没任何问题 以你的能力 绝对没问题 我觉得这是给我打了一个强心针 强心针 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巨大的鼓舞 然后我跟我老公就商量说 我们怕什么呀 我们第一 我们有新加坡的积蓄 第二 我们有经验 有在新加坡国内和新加坡工作 这么多年的经验 第三 我们不怕吃苦 我们是心态很开放的 而且我一直是非常愿意去看新的世界 愿意去闯荡的 然后我就下定了决心说 一定去加拿大 我们不会太惨 然后我就很有信心了 但是我们没有立刻走的原因是 我们想在新加坡多挣一年的钱 然后我们就在97年 我是国庆节那天登陆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国庆节那天 我登陆加拿大 先登陆多伦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日子 我记得我下了飞机 然后在海关办这个登陆手续 然后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 那一个胖胖的一个白人 他就挥了一个小小的枫叶旗 他跟我说 Welcome to Canada Today is a national day 我说 哇 今天是加拿大的国庆日 我说实在是太巧了 然后就到了 就到了东东多 然后我一出机场 我这个朋友就开车来接我 我的感觉就是 我一下从热水井里跳到了一个 广阔无垠的一个天地 四陵阳高速公路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堵 然后是16条车道 然后特别宽阔 两边是森林 然后那个 那个当时7点钟上的高速嘛 觉得是黄昏那么美 就好喜欢好喜欢这个城市 好喜欢那个安大略湖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大自然的一个人 然后一开始一来 第一次就爱上黄昏 然后又爱上了安大略湖 然后玩了两个月以后 我们就开始给儿子 儿子就上学了 那上学以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 首先就想着要找工作 那么找工作嘛 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英语 可能还是不行 虽然说在新加坡有一个缓冲啊 因为新加坡是双语嘛 你要是我们工作英语 用语都是英语 Document什么的 这些看的写的什么的都是英语 但说呢 因为李光亮都会倡导 是华人华语运动 所以很多人愿意说中文 他们甚至是跟我学中文 他们觉得好像我的发音比较标准 然后我使得我的很多同事 中文进步很快 但是我的英文进步不快 所以我也有一点担忧啊 虽然说我是表现的信心十足 但我内心是有一些顾虑的 因为我知道做我们这行 做软件的这一行嘛 在国内就是35岁以上都嫌你老了 就是说你不适合做这行了 可是呢 我已经40多岁了 45岁以上了 可是好在在加拿大这边呢 他是不让他不知道你的年龄 他interview你的时候 他不知道你的年龄 所以我可以尽量的装嫩啊 非常感谢这个加拿大没有种族歧视 没有年龄歧视 我这样这么大岁数的一个人 居然能被给我一个 还是不是普通的马农啊 给我一个系统分析员 发生级别还算是比较高的 这么一个支撑 我特别喜欢我这个松墙 好像是1967年啊 那个第一个屋主 他们种的树 然后有三米高吧 两米宽 然后给我一个很 特别悦目的这么一个环境 而且很有隐私性 我还种了很多菜 比方说啊 我这个是黑莓 我黑莓大丰收 我会差不多那个 用黑莓来打枝 我可以一直从夏天吃到秋天 还有韭菜 然后我还有西风市 你让我说一下 这个加拿大和新加坡 和中国的职场的最大不同是 加拿大这边是人性化的 比如说这个team leader 还有我们的那个director 他们对员工从来都是表扬 做完他安排你的工作以后 他就会说 very good, very nice 他会这样鼓励你 然后呢 有一次 我在工作时间 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 然后明明的是 我是在用中文打电话 我那个director过来了 他叫Mike 人特别好 他过来了 他跟我说 他想要给我交代工作 但是我一看他过来了 我马上把电话放下来 然后那个 Mike不高兴了 Mike说 You never do it again 你再也不要这样做了 他说我会再来的 你先做完你 你先干完你的事情 完成 Never do it again 他来找你 他冒犯到你了 他不觉得你是用工作时间打电话 是不正确的 至少他没有表达出是不正确的 所以这个就让我觉得很温暖 还有就是 我有一次端着咖啡 这样 端着咖啡 因为我们有那个咖啡 就是有专门喝咖啡的地方 端了咖啡 然后一边走一边想问题 然后不小心 我就把咖啡 破到我的team leader身上了 哎呀 我就 这个好 真不好意思 我说呀 这个 我说 sorry 然后那个team leader赶紧说 It's my fault It's my fault 他说这是我的错 我说这个 明明是我把咖啡 破到你身上了 你说是你的错 就说他们这种 就让你觉得很舒服 非常舒服的一种 一种环境 而那个时候 刚好赶上 IT 就是网络很火热 然后我们这个 当时那个公司呢 是说 他是不鼓励加班的 你完成你的工作 就可以了 你早来早走 晚来晚走 他是那种 relaxable的那种工作 一般呢 有些人就是 八点到四点走 我们是七个半小时 一天的工作 七个半小时 一个星期 三十七点五小时 只要你能完成 三十七点五小时 你完成你的工作 就可以了 并不一定要你 一定八点来 一定是什么 要加班 他不鼓励加班 有人加班的话呢 他会给你 一点五的薪水 那时候加班 算是给一点五的薪水的 而且我们每做 每个每一次 delivery 就是做完一个 一个程序吧 要deliver给客户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party 然后party就是 半天时间 那个老板就带我们到 巴尔里头去 吃巴弗罗鸡翅 然后打桌球 或者玩游戏啊 什么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公司 就是对员工这么好 过年过节的时候 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 那老板是给我们 每个人送 Christmas card 就还给我们送巧克力 我们从来也不需要去 拍老板的马蹄 但是老板来就是 送礼给我们 不需要我们送礼给老板 所以这就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就记得我这辈子 我不会给人送礼 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给人送礼的时候 我有一次巨大的耻辱 就给人送礼 也就是为了孩子 因为我觉得那个送礼文化 我是永远不能接受的 永远不能接受 我是我的儿子 就是老被老师骂了 老被老师吃 我觉得我儿子太可怜了 然后我就想让老师 发点善心 然后我就想给老师送礼 然后送什么呀 那时候每个人挣的都很少 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 然后就想了半天 我就想那时候很实心 送礼嘛 然后买一本很精美的礼 就给老师送过去 然后我就不知道老师 我怎么才能找到老师 我就拿着这本礼 骑着自行车 到了中关村一小的校长门口 我在中午 下午 下午老师 学校放学的时候 我就站在门口等那个老师 我就去了好几次 我都等不着 然后最后有一次 我终于等到了这个老师 我就舔着脸 我觉得那个笑都是苦笑的 我就说老师你好 我要过年了 我送一份挂礼给你 这老师特别鄙夷地看着我说 你别来这套 他就这么说 你别来这套 我不吃你这套 我不知道他是看不上我这个礼品 还是因为他真的清高 我不认为他清高 因为我进这个学校的时候 我是给校长送过来的 这礼不是我送的 是我的同学送的 我同学给送了烟送了酒 他们校长是收礼的 这个老师肯定也是收礼的 就是这个挂礼太贱了 然后他可能看不上 然后就那么刺我 我都觉得我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然后我觉得这个送礼 给我心理上留下了阴影 然后到了加拿大这个地方 你办任何事情 你不需要送礼 你该办的事情 他绝对给你办 你不该办的事情 你送什么礼都没用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那时候考车 很多人考车呢 考多少次都考不过 然后就说有个香港人 他就给那考官 塞了两千块加币 那个考官就立马就翻脸 说你这是行贿 你这是要 你这是犯罪 你懂不懂 后来我就 我就是大吃一惊 这个在加拿大 你送你是行贿 这个我确实感触特别深 这个地方 绝对不用送礼 这是红莓 叫Raspberry 红莓 你可以摘下来一个 就可以吃酸酸的 直接就可以吃是吧 现在就可以吃 然后还有扁豆 你看这上面扁豆 那有豆子 我这一个夏天 你看这鸡的扁豆 我这个夏天基本上是不用买菜的 然后我这个还送人 送人送很多 我田园有樱桃 我的樱桃今年吃了一百多磅 哇 还是那个汁特别多 特别好吃的樱桃 而且我那 我这些都是绿色食品 因为我是用鸡粪 给他们做底肥 就收回我儿子这边 就更让我惊奇的是 我儿子上了学 差不多两个星期以后 说要开家长会 因为我是有那种家长会 紧张症的 就是一开家长会 我就开始紧张 我说我是不是又要挨骂了 说老实话 我儿子在新加坡的时候 他也不是一个老师再见的学生 因为我儿子是属于那个 他是读了很多书的 他读很多 他记忆力特别好 对那个中国的历代 王朝什么 他几乎上去到那个谁 有多有多少个皇帝 每个皇帝的嗜好是什么 他全都记得特别清楚 他那个对地理 他还好很广泛的 对世界地理 你甚至可以说 你哪个国家 哪个城市 他都会马上给你 把地图画出来 他们新加坡那个 讲课是用英文 但是有一门课 是用中文来讲的 就是叫儒家学说 然后讲儒家学说 那个老师经常就把 中国的像孔子 孟子这些儒家著名人物的 这个出生年月都搞错 搞错以后 我儿子就纠正他们 说你这个年约不对 这老师就 勃然打怒 然后就把我叫去 又把我和老公叫去 我说你的 说你的儿子 我们交不了 我们交不了 我儿子可能也是 有点管不住自己 然后就这么一种 好像这样一种孩子 然后后来到 这个多伦多这边 要开家长会了 我就开始紧张了 我是不是又要被骂了 然后因为我在中国 和在新加坡都是被老师骂的 结果那次开家长会 给我影响太深了 它不是那种家长会 而是一个老师 interview你 然后当时大概 它是有六门课 还是几门课 就有六个老师来 分别interview 然后每一个老师都说 就是我的儿子 Ting is very smart Marvelous is very good 都是这样特别特别好的词 后来我跟我老公说 是不是我们英语不好听错了 怎么会都是这样的呢 尝一口我的小的西墓市 现在他们说是阳光的味道 这个都已经红的 差不多红的就是 跟那个什么买来的 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哇真好吃 有点酸酸甜甜的 跟超市的味道真不一样 是不一样吧 不一样特别好 所以自己种的东西 跟超市买的 确实是不一样的 到了加拿大以后 很多人都说 哎呀我融不进去 老是在华人圈里 就是老是在自己的舒适区 然后来了这样好几十年了 也不知道西方社会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呢就说你 既然你到了一个 多元文化的国家 然后你必须要了解这个世界 我说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精彩 各种文化都是那么璀璨 所以你要是老是 把自己拘在一个小小的 文化圈里头 你出来干什么 那你出来干什么 你还是一天大晚讲中文 你还是对西方文化格格不如 所以我说我必须要走出这个舒适区啊 当然我工作中的英语 我是能应付了 但是日常生活中 你跟人家讨论艺术 讨论电影 讨论这些东西还是不行的 我就说我就是有一种强烈的 想要了解西方社会的这么一个愿望 然后那么当时我就有几个契机 其中一个契机就是我学ESL的时候 我们那个ESL的学校 离了一个教堂很近 那教堂里有四个老太太 他们就组织一个义工来教我们 给我们每个星期安排两次 face to face talking 然后其中有一个叫 奥大利的一个老太太 然后她就特别nice 她非常好的 她跟我加课 就是我可以到她家去talk 然后我跟她建立了 这个很亲密的这种关系以后 我就了解了很多西人的 这个特别是基督徒的这种 博大的转款吧 我也不细讲了 你有收获 你要交税 这是必然的 你是纳税人 但是慈善你要做 发现很多 我去教堂嘛 就发现很多人 每次都捐款 然后我就有一次呢 就刚搬到这个地方 刚搬到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来了一个 晚上七点多钟 我一个人敲门 我就开了门 进来的是 我就让她进来 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她自我介绍 她说她叫Margaret 她说是我的邻居 离我家不远 她说她是来给这个糖尿病基金会捐款的 我当时就给她开了一张支票 然后她就跟我聊得很好 然后就把我带到了这个教堂 这边就离我家很近 五分钟的路程 一个教堂 是United Church 然后那个厕所呢 就有一个UCW team 所谓UCW team 就是United Church Women Group 什么一个team 然后这些大概有十几个人 每个星期 每个月呢 就在一家人 一家人里头聚会 聚会大家就像吃点这个下午茶一样的 吃点点心啊什么的 聊天 然后每次聊天的时候都在想着怎么帮助别人 有一个叫Mary这个老太太 晃着一个小瓶 小玻璃瓶 然后她就说 我从六岁的时候 我就拿这个小玻璃瓶 到处去收集 每次meeting之后就收集call in 说她现在已经84岁了 她收集这个call in 她说就用来给非洲人打紧 然后已经打了十几扣紧 就这样啊 就他们就想着帮助别人 然后所以我呢 就给 我和我老公就 就给人均款 然后包括给这个老太太 给唐尿病协会捐款 给这个 我老公是喜欢交响乐 所以他给多伦多交响乐团捐款 那个我呢 也给这个 他也给警察协会捐款 我也给保守党捐款 我还给医院捐款 反正经常捐一些钱 当然也给中国的 那个温川地震捐款 我还在新加坡 拿到第一笔钱的时候 我就去给希望工程捐款 我和我老公每人领养一个 不叫领养一个 支持一个中国的孩子读书 那是在1991年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 让他们读书 我老公负责的是一个 丹东的小孩 我负责的是一个 甘肃的小孩 他们还给我们写过信 就是我们要回馈社会 我们要回馈社会 这是我们很强烈的一个愿望 就融入这个社会 回馈这个社会 我发现这附近游泳池的不是特别多 原来我们家邻居这家是游泳池的 好几家都有 但是华人搬过来以后就都给填了 都填了 不喜欢是吗 其实是这一片有很多游泳池 然后原来都是西人嘛 他们就喜欢游泳池 然后华人觉得难打理 事实上游泳池比这个草坪要容易打理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懂得感恩 你不能complay 好多人complay 有一次我们家装抽烟机 然后就来了一个中国人 一个天津人 他给我装抽烟机的时候 一边装一边complay 他抱怨 他说我在天津的时候 是在一家研究所工作 然后我是做研究的 他说我现在给你做 装抽烟机的工人 后来我心说 我说你 你做这个工不是我让你做的呀 我说你不喜欢你就打到回府吧 没人逼你呀 你为什么要跟我complay有意义吗 你要自己提高自己 我觉得只要你提高自己 你不会差的呀 然后我说你到这个地方 你不要complay 你那不给你工作 人家歧视你 你先想想你自己到不到那个 人家要你的那个标准 你没有到那个标准 你就是人家歧视你有道理吗 我又说我老在想 我说你到一个地方就要懂得感恩 我就常常就在想 你说我们在加拿大这种地方 多伦多会有五个月的冰天雪地 我就在想 在那个一百多年两百年前 那些先驱们 移民到这里的先驱们 他们从大部分从欧洲来的 欧洲呢 法国人 德国人 意大利人 那些很多人 他们是低中海的气候呀 冬天不冷的呀 还有英国啊 冬天也不下雪的 也不冷的呀 他们从那样的地方 到这样一个冰天雪地 他们是什么开辟出这么一片 人间乐土的 那加拿大成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国家 多伦多 温哥华 还有这卡尔加里 很多城市 多年被填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那么是怎么才能够 建立起这样一个宜居城市 不是靠他们这些人辛辛苦苦 多少代人的努力 而且他们还有很多人 很多人死于 这个疾病和冰天雪地 人家建立起来了这么一个地方 你们来这儿享受这里的 先进的设施 这么好的环境 你没有感恩 你还在抱怨 你说 有人说是大农村 说不如北京 不如中国 OK 不如你就赶紧回去 你立马回去 你不 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 选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地方 比方说我不喜欢新加坡 我立马走 我不 我不愿意让自己宝贵的人生 浪费在一个自己天天抱怨的地方 你这样做是对谁好啊 你怎么抱怨人家 人家听不见 你抱怨你自己心里不愉快 你这一辈子你活的 你哪都不快乐 何苦呢 那不是找苦吃吗 所以你既然不喜欢 你就赶紧走 你不适应你赶紧走 你别在这待着 你要到这来 我就说记得你采访过的 那个人说的 你要深安心安 信安 那首先我来了 我就开工没有回头见 就有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就要住在这里 然后给自己努力奋斗 打拼 然后打拼成一个 一个自己喜爱的天地 我觉得我现在就特别饮着 我退休了 儿子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然后孙女也 他们也活得 在一个很宽松的 很好的一个教育环境里 得到成长 然后就是 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唯有感恩 我感恩一切 我感恩大自然 我感恩加拿大的这个 开放民主的这个社会 我感恩东南 你今天来找我 让我把我的心得告诉大家 可以说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人 但是我看到周围有些人 凡是他们有感恩之心 然后又勇于奋斗的人 他们都过得不错 你不懂得感恩 你一个劲的抱怨 你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你就是让自己活得痛苦中 一个人是跟自己 到底有多大仇 才让自己一天到晚不快乐呢 人生苦短 你要让每一天都活得快乐 我现在的原则就是 我喜欢多伦多的春夏秋三季 冬天我会去加州硅谷 跟我儿子团聚一段时间 但是我还是 我不会搬到硅谷去 我还是喜欢多伦多 喜欢这里的蓝天白云 喜欢这里的到处都是绿 我喜欢我可以拥有种我的花 然后我说每天 我看到的都是赏心悦目的 我听到的都是悦耳的 然后我看到触摸到的 都是我书心的 我接住的人都是跟我聊得来的 我不愿意一天到晚 跟那些抱怨的人来往 我觉得我希望每一个人 生活在加拿大的人 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你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你不喜欢你就走 就是这样 因为我喜欢文学嘛 所以我就写了 我就在那个文学城就写博客 然后我的博客现在有54万点几量 我博客的名字叫黑眼睛的苏散 你们也可以上那个博客看看 然后后来有些人就出书 有些同学他们出书 校友他们就鼓励我 我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书 后来我就把那些博客的 某些文章就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以后 我就写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 《让一生活出三世的精彩》 我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因为我觉得人的 人的人生是短暂的 可是世界是无穷的 然后你眼光有多远 你的心心就会有多宽 然后你的路就能走多远 你应该让 为了让你的人生精彩 你就可以 你就应该去闯荡 就应该去看 我是 所以我一辈子呢 我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 在新加坡生活了六七年 我现在在多伦多 已经生活了二十五年 我觉得我在三个地方 我觉得我都感觉到 我过得算是精彩吧 因为我希望 我鼓励所有的人 走到世界各地去看看去 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美妙 我觉得上帝造了这么一个美妙的世界 我们就应该去看这个世界 就应该去了解这个世界 然后去看不同地方人的生活 去了解那里 他们的璀璨的文化 把自己的眼界打开 把自己的心胸打开 你的眼界有多宽 你的心胸就有多宽 你的人生就有多精彩 所以我就写了这本 让一生活出三世的精彩 这样一本书 因为我书里不仅仅讲了 我这个新加坡 多伦多的经历 我还讲了我旅游 世界各地的经历 因为我喜欢旅游 然后在各地看到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风景 这个世界的风景太多了 所以人一定要让自己 生活在有不同风景的地方 你能够享受到 不同风景的美丽 这就是我要说的 谢谢